全3加1的料理 肉酱番茄豆腐汤VS烫野菜 准备食材油 肉酱一罐 豆腐一盒 番茄一粒 葱两汁 攀冬粉一把 龙须菜一把 高汤500cc 香松适量 柴鱼酱油三大匙 还有盐少许 泡菜炒猪肉 要准备的食材油 猪肉片半斤 韩国泡菜一大碗 韭菜三两 还有沙拉油一大匙 日式烧秋刀鱼 要准备的食材油 秋刀鱼两条 米酒一大匙 昆布适量 葱两根 寸头四粒 姜两片 酱油一有二分之一大匙 还有味淋一大匙 酱番茄豆腐汤VS烫野菜 做把续 将高汤加水 以一比一的比例煮滚 然后放入洗净的龙须菜 烫熟后捞出沥干水分盛盘 撒上盐 拌入一点的油 盘边淋上柴鱼酱油 撒上香松 高汤里加入肉酱 放入番茄切片 豆腐 再加入宽粉条 煮三分钟 加盐调味 撒上葱花 就完成了这道好喝的汤 还有烫野菜了 泡菜炒猪肉 做法是 泡菜切断 起油锅 将沙拉油加热后 放入猪肉片炒至半熟 然后再加入韩国泡菜炒至味道混合 接着将韭菜切成小段后 加入锅中略为拌炒 就完成了这道泡菜炒猪肉了 接着是日式秋刀鱼 做法是 将姜切片 蒜头切片 放入烧热的空锅中 加入葱段 秋刀鱼 加水盖锅食材 入酒 味淋 酱油 放入昆布切断 转中火煮约五分钟 然后盛盘之后 放上香菜或者葱花百事 就完成了好吃的日式烧秋刀鱼了